卓西轮天文件站将传统编织记忆结合现代执气素材 规划了编织文化课程 借此预防延缓部落长者实能失智 去年县长徐真卫来访时高度肯定 并给予经费支持今年度来推动办理 今天上午地方机关首长 民意代表以及部落树组长等嘉宾都来参加了开幕典礼 去年县长徐真卫亲自来访时高度肯定 卓西轮天文件站编织文化课程效益 更允诺给予经费支持来延续办理 而新的年度卓西轮天文件站延缓失能文化编织计划课程 也在今天正式开幕启动 因为县长徐真卫女士 她做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她做事情是说到 是可以做到 那放心好了 虽然他们要来 下一秒 是真的相片 还有所有的真正的活动的事情 她都会看到 然后她在花脸的事情 刚刚她看到的时候 我相信她会很高兴 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完成 县长唯一清点 补助推办 顺利成行 包括地方机关首长 民意代表 以及部落事务组长 村长等嘉宾 也都到场参加开幕典礼 给予其勉鼓励 我们再拿计划 拿多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做编织 爱撒 富泰都是玩牌子 打麻将 他们也有 那我们原乡里面 我是第一个用编织 拿一顿保护 主持乡轮田文件站 连缓失能 文化编织课程计划 除了是县政府的经费 挹注 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乡公所 也都有提拨配合款 共同促成这一桩美饰 以布农族传统 编织文化记忆 为出发点 结合现代 知气 素材 规划 编织文化课程 让文件站 部落长者 能手脚并用 创作 独一无二的编织品 也深受部落长者的喜爱 轮田文件站 预防失能文化编织课程 今天正式展开 老师的示范指导 每一位长者认真学习 计划在年度文化编织课程中 将编织制作 帽子 围巾 以及三角巾 三种编织作品 也值得期待 记得时玉兰 我们做细织采访报道 此 really can warm 给你玩了 感谢观看